白斑和白临峰的关系应该是这么说 那么白临峰的话 它是一种白斑性的疾病 那么白临峰的皮层呢 它也是主要表现为白斑 但是白斑反过来说 就是白斑它并不都是白临峰 因为它有其他的一些疾病 也可以引起白斑 比如说还有其他一些色受障碍性的疾病 比如说我们临峰上能见到的这种 无色受痣然后贫血痣 包括老年人发生的这种老年性的白斑 还有一些特发性的这种点状白斑 它也是一种色受障碍性的疾病 它也表现为白斑 还有就是一些遗传性的疾病 也可能会引起 比如说我们有白发病 包括一些其他的遗传性疾病 它可能也会活病这种白斑 比如说节节性硬发 它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流液性的 这种白斑的情况存在 还有就是一些肿瘤性的疾病 比如说我们临床上讲的 驯养肉丫肿 它这个时候也会导致一些色受减退性的 白斑的局限 还有一些疾病就是炎症后引起的 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发生了一些皮炎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炎症 那么炎症以后 它可能会导致色受的这种减退 它也会引起这种白斑性的这种表现 所以总之这种白斑的这种种类 相对来说比较多 如果患者不能够区分自己这种白斑 是不是白斑的时候 你可以到医院来久住于这种医生 然后来鉴别